选择跟住 盒牌应该是发出了 这里是少显示的一张牌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手牌 我们的Jetton给了BONOMO 一个非常好的赔率 只要跟住16000 就可以赢得一个79000的底池 79000的底池 那么 他这里的 获胜比只要达到 20%就可以跟住 他的手队 8名显示在 这个范围里面 只要能在对手的范围里面 找到20%他能赢的组合 就可以实现真EV 2位 2位玩家在这头牌都击中了FLOP的翻牌领队 以像这样继续下注三万五千 继续得到跟住 他个人是打得非常的稳健 是KICK PLAY 由于踢脚的烈士输掉了这个底池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翻牌 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好的 顶队带两头满胜 我们的红桌 我们的红桌 KENNY是在COA拿到了A7同色 选择家住一万三千 皮特斯拿到了 皮特斯拿到了在这个马量非常非常出色的一手 口袋对吧 选择All-in 三万六千的几分牌 六个大芒 四十几分牌 一万八千的萝卜 所以 三十四啊 三十四 三十四 一至十四 可无不可以 五十四 这里是一个差额算法的差额增注 由于在前置位 Brenkeny是拿到了A7 加注13000 而遭到了一个36000的All-in 那么他这里的最小加注 是36000 加上36000减去13000的差额 也就是23000加36000 等于59000 我们进入到一个55开的跑码 任何的草花都能为对手带来击中 非常多刀子 没有发出来 我们的Dev Peters重新从对手手里拿回了一些筹码 成功的复活到了十多个大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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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玩家都选择弃牌之后 我们的小盲位 Justin Bonomo选择Limp他的16杂色 而我们的Richard Young是拿到了一手非常好的圈圈 选择加注到21000 那么他的16杂色是很难抵抗 选择直接放弃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Bonomo拿筷子的姿势是非常非常的标准 熟练 非常轻易又快速地拿起了筷子 吃了几口之后放下了筷子擦了他嘴 由于我们的扑克比赛时间 往往都是非常非常的长 一天都会打至少8到10小时的比赛 中间休息时长也不够多 所以我们的很多牌手都是直接在台桌上解决三餐 Bonomo在装备用A勾杂色获得了底次 目前为大家带来的是传奇扑克2019年 超高额买入豪客赛的直播 这场比赛是200万港币买入的德州扑克 长牌赛事主赛 D1 这场比赛的骑士筹码是25万 我们的扑克比赛规则就是你每花一份报名的报名费 就可以得到你的骑士筹码 上桌进行游戏 而当你的骑士筹码清零之后 那么就遭到淘汰 玩家之间不断的淘汰 然后会有一个截止买入的时间 当你超过这个截止买入的时间 你就不能再次买入 在截止买入之前你都可以无限次 以每200万港币25万筹码的代价 无限次买入 而一般一场比赛的前圈 也就是奖励圈 会保持在一个10%到15%的范围 也就是说每100名参赛的玩家 可以取得前10或者前15名的奖励 那么毫无疑问 第一名的冠军是可以拿到最高的奖励 一般冠军奖金是占总总奖池的 20%到28%之间 依此类推 我们看到面对一个枪口位的加注 我们Jayton在大盲位拿到了一手 勾勾 在他之前已经有 Richard Young在CO位 跟住了枪口位的加注 应该会做一个加注 对 50% 两位玩家都选择棋牌 对 很好 我们的COA玩家是拿到了一手A10杂色 选择加注 这个2.2位的加注为他带来了一个收持 小盲和大盲位都没有选择用手里的牌进行抵抗 感谢您的观看 在枪口位我们的Richard要拿到了A8同色 选择加注到15000 我们可以看到在枪口位的加注会比在中支位的加注要稍微大一些 这是由于在前支位的玩家需要做一个大的加注去防止对手后支位的对手有过多的跟注 过好的赔率 也是为了去弥补它的位置上的劣势 一般在中支位的玩家会选择一个标准的2.2到2.3 就是标准2.25的一个加注 它在枪口位的15000的加注是一个2.5倍的加注 那面对这里ABB的买画面 他选择下注12000 得到了对手守队的一个加注 一个标准的3万的加注 那他选择跟注 那么这个时候Jetton也知道了对手范围里面牌力还是不错的 选择过牌 不要来一张方片3 一张黑桃A 成功的为Richon要拿到了反超 过牌过牌 呀 你个人不会擅长选择 目前我们的这张直播桌来到六人桌 六人标准桌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比赛中 都是一个九人桌的主赛制 而我们很多的豪客赛是一个6max 我们都知道 这里是拿到了一手COA的AA 直接是成功的收持 没有任何人手里有一手足够像样的排却抵抗 我们知道往往在常规认识中 打六人桌短桌 你需要更激进 打得更凶 而打九人桌长桌 你需要打得更谨慎 开牌的一个范围也是不同的 我们的开牌选择的范围 往往是根据你后面 没有行动的玩家的数量多寡 来选择你的开持范围 那么在一个满人九人桌的情况下 你对手在枪口位后面你有八个没有动的玩家 那么你如果拿一些非常垃圾或者非常边缘的牌去开持 会给你带来非常大非常大的损失 就是长期 但是六人桌的话你的枪口位玩家后面只有五个人 那么你可以去选择一些稍宽的范围来开持 这也是为什么往往我们知道 装卫的玩家开持的范围会非常大 也就是所谓的位置敏感性 在装卫 小盲卫 大盲卫 这三个位置 如果互相之间正好有强牌 那么往往是谁也不相信谁 会错误的估算对手的牌力 可以看到这手牌 我们的Dervis在大盲卫是击中了顶队 后面买八花 那对手是没有任何的击中 直接放弃了这个敌持 由于在装卫 小盲卫 大盲卫的变数比较多 所以这三个位置也是被牌手们认为是最值得游戏和最需要锻炼的位置 因为往往你坐下来一场比赛 大多数时候是在装卫 小盲卫和大盲卫 游戏这场比赛 特别是装卫和大盲卫 一般在这两个位置 你所游戏的手牌都是远远超过其他位置的比例的 这手牌我们的A106在Hedrick位拿到了A圈同色 选择加注到15000 这手牌是一个值得跟住的范围 90连张 我们可以看到Flop为我们的大盲卫的Hexen拿到了顶队 过牌之后A106会不会在这个39000的地区里面下注呢 这里屏幕显示准备不是30000是13000 13000 正好是三分之一的一个地区 在39000的地区中下注13000 选择加注到65000 那么这里的加注就基本上告诉对手 我这里是要跟你搏命了 因为加注到65000之后 我们的底池来到16000 我们的底池来到16万 选择跟注 哦 Ten上是加强到了顶两队 那么这里是一个 很轻易的再一次索取Value 他可能觉得对手 的跟注范围里面有一定的超队 面对这样子一个底池赔率比 他后手只有11万2000 而底池里面是拥有16万9000 可以直接选择拳下 非常好的一个尺度 他选择继续下注55000 去索取更多的Value 我们的Hexen目前一定是知道他是领先的 这里55000的下注 他并不想让对手范围内的一些弱尘牌放弃 他继续选择跟住 选择用A嗨牌在这里跟住两条间 那毫无疑问这里Hackson的唯一动作就是All-in 在279,000的底持下注57,000 这里对于Avery来说这里已经是没有银牌了 因为在TEN上他还能在转牌他还能抓到对手一些很多的bluff去call停对手 因为对手在这里毫无疑问也会知道下注了55,000之后面对一个26万的底持 对手面对他的后手57,000是很难有气牌率的 那么这里的5万多的下注无疑是for value 是为了价值 那么他的A嗨是再也抓不到任何的机 这是他这手牌在转牌跟住和牌放弃的道理 这手牌我们的Hackson是选择在前置位用最小的对子过牌 我们Hackson是拿到了中两队 在前置位玩家过牌之后选择一个价值下注 在33,000的底持中下注22,000 一个2分之2 66%的尺寸 他选择跟住 看到了对手的两队 看到了对手的两队 是 3 是 7 4 可以看到这手牌 BITUS 只剩下 6万3000的筹码 10个忙住 拿到一对钩是毫无疑问的选择Olin 没有任何的别的选项 10个忙住 他需要跟住 9个忙住 我们来看一下 BITUS这手牌的运气如何 直接被击中了顶队 可以看到他今天的运气不是特别好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遭遇淘汰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的蓝桌的筹码领先者 是来自美国的Brenkenny 大忙数是有105个 积分牌63万1000 来自德国的 Christoph Voxen 是拿到了65个大忙 38万8000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手牌 Richard一样在这里 大忙我也拿到了一手顶端范围 A圈杂塞 面对Hedrickway的加注 选择了曼达 跟住了他的A圈 可以看到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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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3 14 15 13 14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玩家好像他们的手表是同一个品牌的 都是Richard Miller 哎呀应该是我再继续看一下 画面不够清晰 这我们的Voxan是拿到了17同色选择加住13000 Evon Low是拿到了装卫的89同色跟住 大盲卫一手非常强的牌 他还有60个盲住 可能会选择一个加住 他选择加住到61000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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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选择这里做一个翻前的4-bet bluff 在遭受到对手的4-bet的情况下 A圈是变得了一手非常非常边缘的手牌 因为两位玩家后手筹码都还非常深 选择跟住12万7千 这里我们的workstation有位置的优势 击中了一个中队7 前置位的Devose没有任何的击中 底池里面目前是有27万6千 5万5千的下注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非常的艰难 这手A圈 选择跟住 继续选择check 那么可以看到两位玩家目前的牌都非常非常的边缘 在合牌出了一张方片3的情况下 Devose会不会觉得他的A圈 A还有showdown value呢 如果他选择check过去之后 这里对于A圈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他的确判断的非常卷却对手的牌力不是非常的强 是连续地在翻前和flop做了两次偷机 但是他抓机的牌并没有对方大 真的很尴尬 真的真的非常尴尬 这里我们的五哥也是秀出了这把17同色之后 他排队上的形象无疑会变得非常的差 其他的玩家会说你搞什么 这种牌在翻前作为一个4bet 不过因为这是短桌 完全是可以在翻前打得非常激进 摔前面对一个翻前的加注和跟注 做一个挤压 在一个最后的位置做挤压 他排队面对一个翻前的加注和跟注 他手里的牌的范围其实还比较宽的 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宽的3BAT范围 那么他这里的4BAT的确是可以打飞对手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牌 一些小对子一些A勾 甚至A圈也是有一定概率会被打飞的 我认为158BAT 我们看到A勾在Ut级位置拿到了K圈铜色 我们的Greenwood在这里选择跟住 用一对4 BAT范围 庄王位入戏棋牌 那么这时候勾四杂塞 我觉得我们的锦手Gentleman是不会玩的 果然没有玩 他打得非常的紧 是这张桌子上番前范围相对于最近的一位玩家 梦幻的Flop 顶对2踢脚买花 对K圈草花来说 这手牌非常非常的强 顶对刺踢脚买三个那次花 那Greenwood在只被盖了一顶帽子的情况下 面对一个一万一千的下注 他极有可能会选择防守 他选择做一个激进的加注 那这里会为他选择 那他这里的选择会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 看一看对手 是否会在这里选择跟住 他选择非常快速的一个All-in 那这里的话是直接把Greenwood的很多范围给打飞了 还好他幸运的赌过一截 我们的David Peters又来了 拿到了重新获得了25万的积分牌 这是他的第四次买入 每首买入是200万港币 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天一天 他已经在这场比赛上消费了800万港币一阵 800万港币 波诺莫在枪口位选择加注14000 用他手里的K10铜色 我们看到我们的Richard Young是非常的谨慎 面对枪口位的加注并没有选择游戏手中的口袋对二 我们的Jayton在小芒位拿到了一手K圈 同色 面对一个枪口位的加注 一个6万的再加注 把难题重新交给了波诺莫 波诺莫的K10铜色 并且知道他是枪口位的加注 而面对场上相对而言形象最紧的玩家 的一个再加注 他选择抵抗 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后手非常的深 把两位玩家都没有任何的击中 这应该是一手在A High的排面上 应该是一手谁先下注 谁就收持的一个底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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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ful 在轉牌是一張Repeated A 在一個十三萬兩千的底池下注三萬 選擇放棄 果然是一個誰先下注誰先收持的一個底池 目前為大家帶來的是 在吉州島神話世界度假村藍頂娛樂場 開展的傳奇撲克2019年 Super High Roller 超高額買入豪客賽 系列賽的主賽 兩百萬港幣買入的No Limit Hold'em 無限注德州撲克 今天是這場主賽的Day 1 這場排前之位的玩家都沒有拿到什麼好牌 我們的CO位 Gro是拿到了一對七 選擇加注到一萬四千 小盲威選擇放棄抵抗 大盲威來到我們的Justin Bonomo 9-6-0 選擇抵抗 來自後製衛的加注 O-O-O-O 在翻牌擊中了三條 在翻牌擊中了三條 面對對手的一個一萬兩千的持續下注 他這裡如果讀對手範圍裡面有A的話 是可以做一個過牌加注的 他果然選擇了一個過牌加注 選擇加注到四萬 那這裡對手又有了一個難題 那你這裡到底是有什麼牌呢 在這樣子的一個APP的面上 對手這裡沒有什麼買順的組合 他選擇放棄 因為他也知道即使面對這裡對手的加注 他沒有一個買順的組合 他只能贏一些買花的一些bluff 比較的少在這樣子的面上 那麼輸所有的A和所有的6 直接放棄是一個比較明智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這手牌 Avelo是擁有了一個刺 大隊 一個all in 選擇跟注 在這樣子的一個翻牌情況下 我們的頂隊跟我們的第二大隊子直接打光 這手牌我們並沒有看到翻牌前的動作 現在合牌只有一張圈和一張10 那我們來自馬來西亞的選手 Avelo是直接被淘汰出局 不知道他是否還會再次買路 POK 我直接直接想要我有VAs Later Igor It would be embarrassing to call and roll over 4-5 It was pointy Not drawing dead, gutshot 我们枪可威的Adams拿到了一首童花的AK 他惹上了麻烦 Headjack位子有一首KK 一首主导他的牌 面对枪可威的加注 目前的盲注是3000、6000 他的后手还有22万1000 30多个大毛 他选择一个标准的加注到33000 那这里 这手牌是一手翻拳的cooler 我们的Headjack是拿到了手对钩 如果他在这里做一个4bet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会遭受到Adams的5bet 我们的Divorce在这个后手情况下是不会弃掉他的口袋K的 希望我们的Headjack是能够少损失一点在这手牌中 他做了一个9万的4bet 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缝掉了很多张的Ace 这对Adams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排路 通过上帝视角我们已经看到 至少有两位玩家扔掉了手上的A 面对这样子一个4bet Adams会怎么选择呢 他还有60个大王主 选择all in 请问一下 那我们的口袋队沟在这里 遭遇到了翻前的5bet all-in之后 应该是会选择起拍 那我们的KK是肯定不会走了 那这里是一定不会走的 他手在翻牌前的思考 需要平衡其他任何手牌的一个思考时间 如果他在手里拥有一对K的时候 选择快速的跟住all-in的R 这应该是最后一张S 运气是非常好 并且是两张黑桃 我们的Diverse是被淘汰出局 这是一个真的梦幻flop 顶对顶踢带NAS花脚 这手牌 我们的Jetton是拥有一个顶对 第二大踢脚 K圈中圈 对手在转牌是拥有买花的抽牌 以及一个卡顺 在合牌听牌破产的情况下 他选择过牌 一个75,000的价值下注 他在这里选择用A高牌去抓鸡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手牌的整条流程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盲注是4,8000 先签住8000 选择加住到18000 就像在强口加一的位置 偶遇了我们的Heklin在后置位的一个88 那他直接选择Olin 20多个大芒 多少? 多少? 我相信他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蓝色直播桌 来自加拿大的牌手 比特杰特是拿到了123个大芒数 积分牌98万5千 目前取得领先 来自美国的Justin Bonomo 是拿到了114个大芒 91万的积分牌 目前排在第二位 同样来自加拿大的Lucas Greenwood 是81个大芒 64万8千的积分牌 来自马来西亚的Richard Young是第四位 79个大芒注 63万5千的积分牌 我们的芒注目前是48000 前注8000 大芒前注制 本场比赛为大家带来的是 季州岛的传奇扑克 2019年季州岛站 超高额买入豪客赛 主赛是200万港币买入 No Limit Hold'em 无限制买入的Day1 这场比赛在季州神话世界度假村 蓝顶娱乐场展开 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已经分出了多场边赛 豪客赛的胜负 目前镜头 右边的Justine Bonomo是拿下了开幕赛25万港币买入短牌赛事的冠军 那也是他第四次参加线下的短牌赛事 也是第一个前圈 第一个前圈就直接拿到了冠军 我们看到 海克兰在加1的位置拿到了A钩同色 选择加注到16000 Richard Young在后卫选择用A4同色来跟注 中文的Grenwood放弃了他的全八 大忙卫的这手牌是 完全是需要防守的了 賠瑞而言它只要加一个忙注8000 就可以看一个60000的底持 直接选择Olin 那 加1位置的A勾 是秒矿 这是一手7-3开的对决 在盲诸位的Squiz是遭遇到了前置位强牌的O 那这里是击中了一张5实现了反超 对手还剩三张GoDots 他站起来准备 刚站起来准备被淘汰 还要坐下来 结果又看到 刚坐下来又看到合牌发出了一张Go 我们的Jimmy 鬼肉是直接出局 我得周扑克的比赛是 小盲位置下一个小盲 也就是半个大盲 大盲位置下一个大盲 以及一个前柱 然后由大盲位置的下手位玩家 开始行动 一共有四个行动轮 每个行动轮都有无限次数的加注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游戏被称为无限制 无限制的德州扑克 我们也知道 No Limit Totem无限制 德州扑克 也被称为扑克游戏中的凯迪拉克 是目前 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最风靡的一个扑克游戏 有200k和主席的一个扑克游戏 对 有200k和主席的一个扑克游戏 一扑克游戏和一扑克游戏 我没想到这扑克游戏 我认为这扑克游戏是不扑克游戏 我不确定 不确定 这扑克游戏 这扑克游戏 6扑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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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是有超过 好几年前就已经我看到一篇报道是 有超过3亿的德州扑克玩家 应该 应该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 我觉得 就是